迪家复活需要多少光 到底有多少个孩子变成了光 我很好奇 这个画面直接数 有128个 可这里面没有你 也没有我呀 不对不对 这个数肯定不对 光传到迪家身上 迪家就有了能量 我的想法很简单 只要算出打倒大窝流 消耗了多少能量 再算出每个孩子的光 有多少能量 两个一除不就出来了吗 复活之后的迪家 一拳闪耀暴力 闪耀毁灭踢了两次 一发闪耀再配地熬光线 一发特殊计时器闪光 加上结恶就寄了 闪耀暴力造成的效果比较明确 让大窝流以尾部为轴 翻了个身 4.25秒周期移动264米 击飞速度62.12米每秒 那么闪耀暴力 威力就是3.86亿千雕 紧接着就是两脚闪耀毁灭 第一次踢没有击飞 第二次转身踢 有一个明显的击飞动作 击飞多远 距里面没有演出来 不妨假设和闪耀暴力 击飞效果相同 威力也是3.86亿千雕 闪耀再配地熬光线 威力是普通的数十倍 复活形在配地熬光线 把击里埃露的人 烘成了碎片 一般把破坏效果 分成这几类 第一类是撕裂成大块 比如炭子狼一刀 把石头拼成了两半 破碎成小块 比如这次的击里埃露的人 他的碎片还肉眼可见 第三种是粉碎 比如迪加一发特殊 技术系散光 但我流连碎片都没有了 把击里埃露的人 烘成碎片需要多少能量 他的身高52米 我买的模型14厘米 排水法车体积29.13立方厘米 那么基里埃露的人 实际体积1492.68立方米 重量4.2万吨 密度28.13克每立方厘米 他的密度比地球上 密度最高的金属额稍高一点 参考额的力学性质 要把基里埃露的人 混成碎片 需要5.37亿欠胶 这也是复合形 再配地熬光线的能量 数十倍在十倍到九十倍之间 我们取个中间值50倍 那么闪耀再配地熬光线的能量 就是268.681712 大招是闪耀暴力威力的70倍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招了 让大沃流彻底破防了 最后的超级大招 是特殊技术去闪光 直接打到了大沃流的身体里面 把大沃流烘成了粉末 我买了一个模型来测体积 通过一番计算 测得了它的所有物理数据 大沃流体重20万吨 平均密度只有0.15克 没地方拟密啊 啊这 这不对吧 怎么比水都小 那么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加坦节奥背上 是一层极其坚硬的外壳 壳里面装满水 就可以沉到海底 壳里面都是空气 就可以浮到海面上来 当然这里大沃流能站在海面上 是因为下面有鹿鹿一剂 把大沃流混成粉末 需要568.64亿千交二 所有的招式加起来 845亿千交二 这就是所有小孩提供的光柱 带来的总微力 每个小孩发出的光柱 直径是50.86厘米 光柱界面面积 为2031.17厘米 光柱的照度不能直接测量 用手机车 用电脑车都会有不同的数字 我们不妨假设这些光线照度 和太阳光照的地面的效果相同 光线照度12万那个时 光通量就是2.44万牛米 光电转和效率 取常见的70牛米每瓦 每道光功率为348.25瓦 持续时间为91秒 后安了 每个小孩产生的光线能量 就是31.7千交 一共需要26.66亿个小孩 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了 你们猜对了吗 迪加大结局上映到1997年 全球总人数59.25亿人 迪加1997年平均收视率为7.3% 那么当年变成光的人 仍有4.33亿人 我找到了1998年 自己每一年的全球出生人数 逐年累加起来 刚好到2014年 就可以凑到26.66亿 以前的年代互联网并不发达 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小孩 都看过底价 所以截止2014年 仅仅是最保守的估计 很有可能现在刚入坑的孩子 还可以变成光 谁说入坑晚就没有机会了 你当年确实变成光了 这期视频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的小伙伴知道 自己真的变成光了吗 要不艾特一下他 让他也一起来看看